以色列发动雷霆行动 伊朗被推向前台 美国陷入救火泥潭 以色列终究是没忍住 又点燃了中东的火药桶 这次以色列高调出动F35战斗机 对伊朗境内多处关键设施进行打击 震慑一通明显 然而细看之下 这场看似来势汹汹的雷霆行动 更像是一次高分贝的政治作秀 打得响未必痛 背后的原因无非就是 要给美国一个交代顺带 敲山震虎让伊朗小心行事 但并非他真的想对伊朗痛下杀手 以色列的空袭历时近四个小时 三轮攻势下来 伊朗虽然损失了几处导弹工厂和无人机设施 但德黑兰的核心军事设施 和革命卫队的关键基础设施 都没受太大影响 最敏感的核设施毫发无损 这场袭击看似声势浩大 实则刻意克制 既要让全世界看到以色列的强硬姿态 又不至于惹怒华盛顿 进退之间显得游刃有余了 更有意思的是 美国在这场闹剧中的角色 可谓是尴尬至极 以色列要报复 又劝不住他 伊朗要反击 他又得跑来调停 过去大半年 美国在以色列和伊朗之间是疲于奔命 形象虽是中东调解人 实则是被逼无奈的救火员 周旋在各方之间 步步惊心 有人担心以色列的空袭会引发中东大战 甚至激化成为世界大战 这我觉得有点夸大其词 以色列目前只是在表演一种克制的高调 意图是把中东局势保持在高压线附近 不至于真的引爆冲突 对伊朗来说 美国大选在即 任何报复动作都可能成为向美国施压的筹码 如今的伊朗 与其说它是在对抗以色列 不如说是在一边观察 一边应对美国的焦虑 毕竟美国一边不想让中东乱 一边又不敢强力约束以色列 这种左右为难的状态 恰好成就了伊朗的手中筹码 未来伊朗和以色列 这种你来我往的回合制战斗 是否还会继续呢 从目前来看 局势暂时还不会进行太大的升级 以色列与伊朗更像是在配合 表演一场象征性的冲突 等着美国选举尘埃落定之后 再决定是否有进一步的动作 至于美国呢 它不得不继续扮演调停人的尴尬角色 哪怕心里早已疲惫不堪 表面依旧摆出这种非常危严的状态 所以我们看看就好 隔岸关火 现在的中东火药味虽浓 但距离真正的火爆 还差那么一层 等到美国大选结束之后 中东这场戏才算真正拉开序幕 给休息大丹 交给 tracing 嘗嘗 好 故事